臣十余日前尚四论 已论时政 未能得陛下片言批示 陛下日理万机 然而臣心忧虑日甚 今日得益于军前议事 不得不犯言禁见 西汉成帝信张羽 终有王莽之乱 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羽 坏陛下家法 以大为小 以疑为难 以魏成为义成 以集物为贤物者 不可不早遍也 范仲淹数度语出边际 威言耸听 此次竟已被篡权之汉 臣弟比喻当今慎主 可说是为了孤明钓鱼 到了指路为马的地步 胡乱攀成 逆见君臣 其心 当初 自周公设百官 划定职责分掌天下事 百官各司其职 由宰相统领效忠天子 则万事顺遂 天下平宁百姓安乐 若小臣好高勿远 阅职论事 理智崩坏 则天下乱议 周公设百官 定理智 天下人人守礼 则天下安 然若大臣乱政不守理智 小臣定当禁节用命 以求陛下 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 朝廷百官当有规矩 不可乱了章法 若陛下以为臣乱了刚计 坏了理智 自可罢处臣 若陛下以为臣上乘职 那么臣便要行使宰相之责权 言成阅之妄言之人 西遥圣君设感见谷 见晋善经以广纳建议 天下人未必皆能得见圣君 却能从感见谷晋善经 得见圣君之仁爱 一谷一经 安了天下微莫百姓之心 臣义为百姓心安 才得人人手礼 天下安宁 百官各司其职 是为天下安 广开严路 也是为天下安 若说月职严氏 是乱了理智 那么严路通畅 靠的就是台剑官的 尽忠之手了 朕前几日便想 晏书因早知朕身世 却知情不报之过 而自情贬出 离境已五年了 这五年之中 政绩卓绝 也该召回京城了 朕 欲召唤晏书 任御氏忠诚之职 吕相与王相的意思 如何呢 晏书得才兼备 又是先帝 亲自为官家选的试读 陪伴官家已经多年了 便有小顾 也在情理之中 赵皇回京 任御氏忠诚 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吕相所言盛世 臣负义 臣负义 吕相所言盛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